大家好 我是东华法律 阿维莫娜 蔡志伟老师 你知道原住民族的传统音乐 曾经有乐团重新编曲后发行 还被选为奥运宣传的主题曲之一吗 你知道赛德克巴莱电影上映之后 曾经让许多人迷上了文面 甚至还有商家制作文面贴纸吗 然而原住民族文化在没有经过族人同意的情况下 就任由他人来加以展现 复制 贩卖 甚至会以扭曲 割裂或歧视的方式来呈现 对于原住民族造成了伤害 东华 摩克斯推出了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法的课程 将由我来带领着同学们 一同来探索原住民族文化与法律的内容 这门课我希望能够带领同学在法律的学习 以及在国家法的认识过程中 能够理解原住民族法律的特殊性 同时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实际走访蓝旅 认识达悟族传统的文化成果表达 包括最为人所熟知的传演 Mata no Tatara 以及贝辉的制作 我也会访问传演传统智慧创作的代表人 藉由族人的现身说法 让同学们能够了解整个法定的申请程序 透过本课程的学习 我希望我们要能够提升族群的敏感度 我们要能够认知多元族群的观点 我们更要积极的共同追求多元族群的建构 做一个有礼貌的法律人 欢迎你一同加入东华摩克斯的行列 共创欢快的学习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